北京的丁南京是整个大学90名的一间小廟 但是建廟立宿已经有百万年时间 虽然十年市廟建议有缓修过 不过如来叭道亦是保留了 陈秀宜、江青路这台书记得蔡薇和酒疗作品 最多有孤节的计划 在廟丰与地方人数准处之下 净快度出协讯 今年终于得到关乎文化作回应 先为关顶孤节 北京丁南京的规模虽然不大 但是建廟的历史有求 尤其是廟来的七王牙神尊非常特别 跟一般的神尊很不一样 我们北京丁南京已经有132年的历史 我们冲牙也是我们专性 蛮极有特色的抓新的神尊 他的神尊是用抓下去构的 因为早期寺廟无文化保存的观念 六十年前寺廟有经过环修 环修的孤节建局时就破坏 后来跟在廟来的大数集的柴子 就破坏了我的作品有保留掉 指定成功限定古迹 他有几个就是历史价值 首先第一个就是 他郑安公拥有了 陈壽宇老师 然后江青路老师 还有叶金池老师的作品 都在现在 目前还在郑安公里面这样子 经过两年的时间正出构节定落 并且在专家学者的感情之下 今年六月中那是人定位冠定古迹 那老师经过了线刊 然后也请了那个 陈壽宇老师的儿子来帮我们鉴定 确定是不是他爸爸的作品 那他儿子说是 然后再也请过台南文资中心 来帮忙做彩绘鉴定的 红外线的拍摄等等工作 北港丁南共总监所表示 官家的国籍顺利来订阅 苗红真感谢台湾的心情所帮助 进化去啦 算不简单 这样两年发的 这样让人数啦 在 在 在 官邓那里来到 集团一定来到 然后我们苗红 是完全中 对这个区块完全都不熟 然后刚好就是我们 文化处啊 还有我们地方的一些文化工作者 然后帮忙我们协助 还有 云林科技大学那个 邱同学 然后帮我们去找寻一些资料 这次北港丁南共人定位冠定国籍 令人非常地欢喜 因为苗红的经费主缘不照 未来在文化国籍保障方面的力量 真需要国界继续来协助 记者 环王昆插航报道